Hello 大家好 我是XX7 今天我们要来拆Demo的新品 这个系列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 叫做经典复刻系列 它就是复刻了Demo之前12款经典的大娃 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系列的 因为大娃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到吗 所以如果出一个复刻的盲盒版的话 我觉得算是大娃的平替款 也蛮好的 这次的包装我也很喜欢 就非常简约的样子 然后中间是一个Demo头像的雷射标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拆一下吧 内核的包装也是非常的漂亮 第一只我拆到了王者洛奇 我感觉它这个个头会比之前的盲盒要大一些 而且这个眼睛明显看出来是那种大娃的feel了 本体也是蛮有分量的 做工感觉也还不错 那这一只就是一个拳击手的造型 银色金属漆的头发非常的帅气 然后它的裤子 拳套还有头上的皇冠是这种 九红色的金属漆 上面还印着King的字样 脸上还有这种创伤的痕迹 你就看起来倔强又帅气的感觉 不错 第二只叫做魔术师 它的姿势也是Demo大娃的那种经典姿势 然后整颗脑袋都是一个这种半透明的颜色 像南瓜果冻的感觉 上面还有这种万圣节的表情 头上呢戴着一个魔术帽 然后它的眼睛是这样子 吊起来半针着的感觉 穿着一个背带裤 也是这种黑色和橙色相间的格纹印花 这次脚底的logo是这种立体雕刻的 不是那种印刷体 这一只拆到了小青龙 它的皮肤又比前面两只雪白一些 是一个闭着眼睛的样子 看起来就是一颗龙宝宝很乖巧的感觉 然后整体这个青龙的部分呢 都是这种珠光漆的 背后是一对渐变的小翅膀 然后下面还垂下来了一根小尾巴 蛮可爱的 哦 这也太帅了吧 它叫做霸主洛奇 这个配色看着就非常的霸气 头发是这种亮面光有的黑色 然后其他部分都是一个金色的设计 就看起来真的很有王者风范 而且它脸上的表情 和刚刚的这一只也不一样 刚刚的看起来还很软萌 这一个就很霸气了 包括Demo自己的眼神也是 我第一次看到它出现这种表情 脸上和身上都有这种伤口 就是已经完全进入了这个 嗯 打拳的状态 哦 这一只是我很喜欢的一款大娃 它叫做麋鹿 就很有圣诞节的feel 这个麋鹿的身上呢 是这种渐变的颜色 然后到处都是雪花 最可爱的部分 就是它这两个小小的鹿角啦 Demo的眼睛呢 变成了绿色 看向一边的感觉 也是比较懵懂的那种样子 转过来 背后还有一个可爱的小鹿尾巴 这一只我拆到了天使 它的颜色很像那种出生的太阳 头部是黎明 然后下面就是阳光 它的头上呢 还有两个竖起来的天使小翅膀 然后上面到处都是这种 星星月亮的小印花 背后的裤子上 还有这种爆炸的小图案 眼睛呢 也变成了一个橙色 跟头都是一样的颜色 哦 刚拆完天使恶魔就来了 这一只叫做恶魔 其实跟天使相比 我会更加喜欢这一只 它头上呢 有两个非常长的恶魔的角 然后仔细看 它其实还是半透明的 整个白色的头发呢 是带有这种蓝色的偏光 皮肤的颜色呢 变成了那种灰蓝色调 有点像小僵尸的感觉 身上到处都是这种涂鸦 就是想表达那种 比较邪恶叛逆的样子 转过来 哦 还流下了恶魔的眼泪 然后背后有一个小小的尾巴 哦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只 它叫做雪霄 它很特别耶 它整个皮肤上面 都是洒满了这种金粉 脑袋呢 就变成了这个可爱的小雪霄 眼睛也是这种掉起来的样子 这个眼神看起来就锐利了许多 它应该是目前拆出来 皮肤最黑的一只Demo了 这一只我拆到了雪球 它呢 全身都是直绒的 所以这一团头发 就是一个大大雪球的感觉 裤子也是直绒的 另外它身上还给你配了一个 这种毛球球的配件 只是我不太会绕 给它绕得像五花大绑的粽子一样 然后呢 它还送了一个贴纸 这个贴纸你可以撕下来贴在它的头发上 我就不贴了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眼睛是我非常喜欢的果绿色 这一只拆到了火烈鸟 它是我心中的热门款耶 应该是全场最黑了吧 一个正宗的小黑皮 是湖水蓝的眼睛 头发呢 带有淡淡的渐变色 整体都是这种紫色偏光的 最吸引我的当然是它腰上套着的 这个火烈鸟泳圈啦 肥嘟嘟的样子 我真的很喜欢小黑皮 所以这一只 是我心中的前几名 这应该也是热款吧 这一只是小丑 整体是一个非常壮色的绿子搭配 眼睛这里还留下了一滴血泪 然后身上印着这种代表小丑的图案 上面还有一个尖尖的小丑帽子 整体是这种亮面光油的质感 比较特别的呢 就是它的脖子里有一个这种拉夫领的设计 我觉得作为一个盲盒来说是非常还原的了 又到了最后一只啦 我都忘了还有这么个小可爱呢 这一只呢是睡衣兔 我感觉我最后连拆出来几个热款 它是一个红色头发的Demo 也是闭着眼睛的样子 它穿着一个连体的这种兔子玩偶服装 你看上面还有这种玩偶的缝线 看起来特别的梦幻 头上呢有一个兔子耳朵的配件 这个耳朵还垂了下来 它是磁吸的 不过我感觉吸力不是特别强 你看这样子的话它就会掉下来 但是这个不影响它的可爱 好啦我全都拆完了 这样子把它们排列好 真的有一种我仿佛拥有了12个大娃的感觉 然后呢我这边还有一个520款的这个集装箱 我们现在来把它拼起来 然后尝试着把这些Demo给放进去 看看效果怎么样 这个集装箱的侧边竟然还有这种爱心型的小挂链 这一套盲盒塞在里面可以说是满满当当 差点就塞不下了 不过如果520能收到这样一套礼物的话 应该会非常开心吧 在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